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插花节是遗族人最隆重 最盛大的节日 因为火红的马鹰花 对于遗族人来说 象征了足以战胜一切邪恶的正义力量 也象征了人们彼此之间最真诚的祝福 在遗族群众中还有一个习俗 那就是花季加女 以花瓣铺床 让新人领受大自然的恩赐和祝福 遗族人婚礼的首要程序 大多是在鲜花盛开的地方 进行欢快而热闹的对歌 两位新人要用歌声互表情义 并且表达相互的忠贞 男爸与女爸们也要用歌声向新人祝福 风光秀丽的大礼 白族姑娘从头至脚所描所秀的 更是一朵朵逼真的茶花 花对于他们来说绝不仅仅是一种 装饰点缀 更是世间美好事物的象征 中 demonicmac的节目 有种别的 没两个的 肅瓶 сп说 福 生活在卢姑湖的摩梭人 在过转山节的时候 有一种更加浪漫动人的习俗 节日之时盛庄的姑娘 在歌舞之后便泛舟湖上 在湖中洒下他们的歌声 也洒下五颜六色的花瓣 以此来祈祷一年的幸福与吉祥 人与花都来自于自然 两者都是大自然的精华 尚未远离自然 淳朴真诚的西南少数民族 对花的热爱与崇拜就不难理解了 一种种鲜花在他们那里 往往联系着一个个优美的创世传说 花也被他们赋予超自然的神圣 成为民族顶礼膜拜的图腾 他们为花开而喜 为花门而割 自然的节日就是他们的节日 尽情的歌与舞中充裕着他们的自然的真情 观众朋友我们人类呢 不可能对于不可能完全就是